台東長胡志強一上台 現場笑翻了 他扮成虛構人物杜花朵 不過胡志強的扮相 比較像是日本異績 報告父王 我都是跟男人食指相扣 跟你一樣 你也上來跟男人食指相扣 蒙歸台北市長郝龍斌 跟馬總統食指緊扣這件事 難道胡志強吃醋了嗎 我也希望馬總統 能跟我食指相扣 只是我的成績 沒有台北市長高還要再努力 胡志強真的是虧很大 讓郝龍斌只能傻笑 而原本的杜蘭鐸開演記者會 變成了食指緊扣 討論大會 杜花朵他花了多少小時 我在後台看到他 他擦眼裡他的褲子都要脫下來 化妝為什麼要脫褲子 男人搞政治都食指緊扣 化妝為什麼要脫褲子 雖然杜蘭鐸扯上了政治 但大家還是沒忘記 胡志強這個妝 花了一個半小時 不但頭套重 還得塗上厚厚的粉 非常麻煩 有點專業好不好 記者不能笑 就有笑女婦 被說裝扮像雨秀蓮 胡志強笑了出來 真不知道這個笑容是 開心的笑還是無奈苦笑 我覺得他如果跟你同台選 你會被打敗 他很受歡迎 對 我不知道接多少電話 真的 其實好多電視台接到重播的電話 要求一直看 大家說那天是台灣那天 島嶼最快樂的一天 大家說他所有的人快樂的島嶼 政治難得輕鬆啦 我非常謝謝文倩跨刀相助 那我也要爆料說 逼著我扮杜花朵的圖花朵的就是陳文倩 如果我不扮圖花朵 他就不扮圖蘭朵 結果我們姐妹大出風頭 可憐的是郝龍斌這麼老實一個人 然後他看到笑的不能控制自己 他還在現場 他還在現場 他說我這兩個女兒就講你跟我 他說因為條件不太一樣 所以我通常都會買比較好的眼鏡 可是外界 因為太喜歡持持緊扣這個議題 沒有注意到那天 其實郝龍斌還頗有幽默感 然後他還很高興說 他希望張藝謀看上他 下次杜蘭朵演出的時候 也找他上場 結果你反應更刻薄 你跟他說那去你們台北演 我們台中觀眾很有水平的這樣 這個是讓你百無禁忌 上次你是戴假髮 對 這次是辦一季 對 下會兒你會不會穿裙子呀 然後站過來穿丁字褲 我以為腿長得不好看 所以會排斥穿裙子 可是你會安慰全台灣 很多不漂亮的女人 沒有頭髮的男人 跟腿長得不好看的女人 你知不知道這是一個多大的功德 你怎麼都沒有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從公義和功德的角度來講 我就應該做了 你知道嗎 我這一次就是被你害的 下一回看樣子又是你做導演